这个女人为了永保青春 不惜用少女的鲜血沐浴 三年内残害近650位女孩 她叫伊丽莎白 是史上最著名的女吸血鬼 她出生在匈牙利 一个显赫的家族 从小母亲就教她什么是残酷 逼迫她看被鞭打的仆人 女孩想躲开 却被妈妈拽了回来 她逐渐变得冷酷无情 将小鸟埋到花盆里 等在扒出来的时候 已经腐烂了 父亲死去 她只是戳了戳她的脸 内心毫无波澜 很快伊丽莎白成年了 她因为和下人偷心 怀上了她的孩子 高傲的母亲掌乖了她 伊丽莎白苦苦哀求 也于是无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爱人被乱棍打死 她生下的婴儿也被送走 随后她嫁给了 只付为婚的伯爵 伊丽莎白善于理财 很多贵族都成为他们的债务人 连国王都要向他们借钱 伯爵骁勇善战 打得土耳其人连连败退 听说国王都欠她一年赏金 异国之主也得看她脸色 夫妻二人风头非常盛 没有想到的是 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热 令伯爵光速去世 只剩下伊丽莎白和她三个孩子 此时她才意识到 孤儿寡母很难抵抗那些 虎视眈眈的贵族 必须带他们去安全的地方 她带着孩子来到维也纳 投奔她的姑妈 宴会上妻子早逝的老伯爵 对她表达了爱意 怜姻能够让他们母女得到庇佑 但这个靠女人上位的油腻男 令伊丽莎白倒胃口 姑妈的引荐下 21岁的阿图对她表示倾慕 随后两人共舞一曲 年近40的伊丽莎白风韵游存 这让阿图动了心 气氛逐渐暧昧 两人大胆地亲吻起来 寡妇的欲望一点急着 她整晚所求这副年轻的肉体 等到第二天清晨 他们一一惜别 阿图答应会一直写信给她 留下项链当作定情信物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 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年幼时和仆人是懵懂 嫁给伯爵是责任 那么现在这个男人 就是她真正的爱情 伊丽莎白憧憬着 同时她也恐惧着 只见她的双手已经满是皱纹 爱情来得太迟了 这个女人剪下爱人的头发 割破肌肤后塞进去 忍住剧痛缝合伤口 以为这样她就能和爱人阿图永远在一起 阿图被父亲逼婚 她只能选择和伊丽莎白私奔 约定时间已过 屋内的伊丽莎白却迟迟等不到阿图 原来此时阿图和她的私情败露 老伯爵将她软禁 父亲逼迫她和伊丽莎白分手 老伯爵告诫儿子 那女人只是玩了她而已 不会嫁给阿图的 因为她的血统不够高贵 阿图想了很久 答应和父亲安排的对象结婚 而另一边 苦苦等侯的伊丽莎白 每天祈祷阿图的回信 她不明白为什么上帝 要把这来之不易的爱情收回去 她和朋友出门散心 撞上一个老巫婆 她反而呵斥巫婆面目丑陋 吓到了她的马 巫婆诅咒伊丽莎白 阿图的信终于来了 伊丽莎白却气得破口大骂 原来阿图已经娶了年轻貌美的娇妻 还嫌弃她年纪大 看到她就像看到死去的妈 很抱歉错把亲情当爱情 这些话句句戳伊丽莎白的心 但真相是这样吗 其实这信并非阿图所写 老伯爵冒充儿子的口吻 故意气她的 伊丽莎白大受刺激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以抽打仆人为乐 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皮肤松弛 满眼皱纹 她觉得这就是 巫婆给她下的诅咒 一次侍女在给她梳头时 扯通了她的头发 伊丽莎白大怒 老娘已经够惨了 你还想让我变秃头 这个女人太凶了 拿起梳子朝侍女砸去 鲜血溅在脸上 当她对着镜子擦拭时 惊讶地发现 苍老的皮肤竟然变得滑嫩了 她大悟 觉得只要每天用鲜血擦拭皮肤 自己就能永保青春 她将侍女缠伤口的纱布搜集起来 每天擦拭自己的肌肤 为了让她的伤口不断流血 她竟然下命令把侍女结痂剥开 可即使是这样 侍女还是痊愈了 伊丽莎白的举动更加疯狂 将侍女的手臂划开每天取血 可怜的侍女死了 而这也是她开始屠杀的开端 她用鲜血擦拭脸蛋还不够 还用鲜血洗手泡澡 她需要的鲜血越来越多 甚至还发明了采血机器 全程陆陆续续有年轻女孩死亡 听说一个月就有食人消失 他们的尸体被扔到后山 只能被野狼吞到肚子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丽莎白发现脸上皱纹 还是不断增多 她把这一切归咎于人的血统不够高贵 所以效果不好 于是贵族女孩成为她下的目标 这天她发现仆人抓错了人 面前的女人是已婚妇女 但是当听到她丈夫名号时 伊丽莎白怒了 一箭杀了她 这个女人就是阿图的妻子 城堡附近多起命案 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只要找到伊丽莎白害人的证据 那么她家里收缴的钱财 都能收归国库 于是她命令阿图去彻查 伊丽莎白站在窗口 发现自己朝思暮想的情郎终于出现 她依旧深爱着她 赶紧盛装打扮 布置晚宴招待她的到来 酒足饭饱后 二人在房内聊起当年的事 才惊喜自己误会了阿图 两人旧情复然 阿图无法相信眼前心爱的人 是杀人不眨眼的女恶魔 半夜她和助手来到地下室 一堆腐烂的尸体成为铁证 伊丽莎白被判终身监禁 她无法忍受这样的屈辱 咬破手腕自杀了 女伯爵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她追求永恒的青春极尽疯狂 这个女魔头 只能在后世不断的声讨中坠入地狱